我给你这么多钱,就是让他们这辈子回不了香港 家族荣耀中的真心竟如此浮黑,简直惊呆了所有人 从嫁入豪门到成为马氏集团CEO 可以说都是真心步步算计才得来的 难怪连贾洛仪都不是他的对手 其心机和手段堪称了得 然而当真相被揭开时才发现真心不愧是宫斗高手 他能嫁入马家都是算计好的 让马耀族喜欢上自己靠的权势心机和手段 所以曼迪姆女就是他的绊脚石 已经威胁到他在马家的财产和地位 当马耀族给他2%马氏集团股份作为补偿后 真心心满意足 转身就将曼迪姆女送到国外软禁起来 为了不让马耀族把曼迪姆女死亡真相公开 真心在发生车祸以后选择了见死不救 无非就是害怕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这次真心逃过了一劫还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最后顺利产下儿子自此母平子贵 真心不仅受到马氏红的器重 而且还继承了马耀族9%的股份 姚身已变成了马氏集团最大的股东 连马耀宗和马耀堂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个女人野心也越来越大 他想要吞并整个马氏集团 第一步就是把铁路线总战的项目拿到手 打着替马耀族完成遗院的幌子 实际上是一步步巩固自己在马氏集团的地位 表面上真心不争不抢 背地里却把马家的财产算计得明明白白 马耀族直到发生车祸的时候 才彻底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于是和表舅舅联手隐瞒了自己死亡真相 连马氏红都被蒙在鼓里 如今他发现真心还想和马可联手 一起将马氏集团改朝换代 连马招瓷都已经背叛了马家 马耀族再也坐不住了当众拆穿真心的真面目 真心怎么也没想到马耀族竟然会死而复生 马氏红得知一切真相器的当场晕厥 接下来的剧情将越来越精彩 点赞关注知道更多精彩剧情